另一方面他就说,在教育方面,就不是搞什么国安教育 现在终于想到了,国安都是一门产业来的 自从你现在所有的教育国安化之后,现在才来赚钱? 不是吧?国安化之后,已经没有了价值,现在才打算来赚钱 他现在说,第一,要提倡留学香港的品牌 他说要宣传留学香港,叫海外学生来多些留学 希望鼓励多些来自东盟,或者一带一路的学生 其实说真的,一带一路的学生,尤其是东盟界 如果我要去的话,我也宁愿去新加坡 我怎么会去香港呢? 如果你说一带一路,你是说中亚国家的话 他们会选择俄罗斯,再不是去印度也可以 印度的优势是挺好的 一带一路的国家主要是两边,区内的话 区内可能会来的,一是就是东盟 东盟就会去新加坡先的 所以你最多只能吸纳到新加坡,不要卖静借 第二,你说中亚那些,就是南亚人 南亚人,他们就会 南亚人会不会来香港 我也很怀疑 不少南亚人在香港 但问题不是的 很多银行高层是印度人来的 印度人不是一带一路的国家 印度不是一带一路的国家 印度不算 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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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少巴基,印度高层 巴基,银行高层 嗯,是的 巴基那些银行高层 不是很多 真的 有 他就说,这方面的人 大陆呢? 其实你不用跟他担心 他大陆已经是 我想就是现在看到大陆的学生 就是超限额 大哥 你现在看到今天 就是这个 杂志社 是吧 做他过去那一年的 抢人才 那个KPI 就告诉你 所谓高财通 你入学的学生 高财通 你说入学的学生 其实多数都是大陆来的 这个就不是说入学那些 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 你现在来香港读书那些 那些海外学生 其实超过九成 已经是香港 已经是大陆来的了 那这些也是 另外 现在你抢人才 这些也是 本身已经是 就是超过了九成 都是大陆人来的 这些 第二类的才是 其他 加拿大 加拿大1.1 美国1.1% 这些 其实是 你现在 你说五大来原地 是吧 就是高财通那些 都没有 都没有什么南亚学生 没有什么南亚人 你刚才说 什么巴基斯坦 那些高层 也没有 就是新加坡 东盟那些也没有 新加坡 就是来自新加坡 要是就是 为什么新加坡人会来 其实就是 你现在的 那些 准备在中国走 在大陆走 那些 投资移民 那些 要在香港过境 在香港接钱 其实 我想他们 都不是长期的 那些都是大陆人来的 就是有新加坡签证 是啊 其实都是大陆人 张铁林 其实都是这样的 还有什么 赵薇 赵薇 是不是新加坡 还是谁 有个艺园 有个武打巨星 是不是 李连杰 李连杰 李连杰就是新加坡 就是这些 张铁林 不是 新加坡 我记得李连杰就是 李连杰就是新加坡人 就是 柳鶴香港品牌 我真的很怀疑 就算是 我觉得都是短期的 你可能会读一两年 这样计算 那相对下 其实香港还有少少吸引力 就在于 如果你终极的目标 你是想去英国大学的 你趁他还是有一些 互认的时候 我读一两年 在香港 因为香港的 就是香港的学费很便宜 真的相对于美国来说 不是 相对于英国来说 或者美国也是 你对 李连杰和阿周哥 都是新加坡人 是的 起码 我说 那个 打乱了 我不记得 那边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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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说到那边 你无论端端的 你回到新加坡 就是吸引什么人才 是的 就是 我说 你留学香港 留学香港 这个品牌 我觉得最多 就是 那个跳板 作用是 对于大陆人来说 但是 现在 他说留学香港 就不是说想吸大陆人 大陆人 自己会来的 他现在 就是想吸 东盟的人 新加坡以外 其实还有什么发达地方 如果你是东盟 最发达的就是新加坡 要不就是人口大国 你说印尼 要不就是越南 这些 或者马来西亚 泰国 那些东盟 现在的经济发展 不是很差 就要留住自己人 尤其是我们讲 那些什么 产业链重组 你 早十几年 你说越南人很穷 不是的 现在很多人在越南开厂 越南的那边 标了一群中产阶级 出来到处去旅行 剛剛TU在講到學歷造假的問題 我接著下去就要講 我覺得唯一一個所謂品牌 就算你不用講 大家都明白的 香港重要的價值就在於跳板價值 如果我去英國 我讀一年 我起碼 就算是 我讀一年不算 我中間可以有一個真正的學歷洗底 香港的學歷 我去英國 香港起碼便宜一半 不止一半 如果你說收大陸學生 可能是十萬一年 但如果你去英國 加上你只是計學費 都二十萬 便宜一半 除了你說有香港這個 浸了一泥水之後 你過去 是有這樣的作用 也算是節省少少錢 起碼在中間的學位 其實你最後畢業 可能是畢業於 英國的大學 但其實是Hybrid的 你中間是混合 香港的學分 作用就在這裏 就算不是 你在香港讀完一個學士學位 都可以封劍尤人 是嗎 第二類的 第二樣的利用價值 就是給你那些假學歷 承接地 現在真的變成產業 不用你李家超說 01精柴便說了 你講假學歷 如果講真的學歷 早大半年前 01也有講過 你很多大陸的中下產 他們就上來香港 拿張身份證 在香港讀水石 就是一連制 咸秀的碩士課程 然後在那裏 燒時間燒舊時數 他就拿張身份證 方便把兒子送去香港讀書 嗯 方便你送去 這些是 其實純粹是拿張身份證 想著是 但如果兒子讀不成書 那你就真的需要一個假學歷 嗯嗯嗯 這個是做法 如果你說這個做法 我找回01 01昨天就做了專題 那個呢 你看過 他就說 現在 原來 都不少錢 原來是 不過 只不過就是 你現在做假學歷的中介 就未必是香港人賺的 那些錢 不是 他在說那個老闆 或者這麼說 精英團隊 有香港人在裏面 有香港人 但接客那個 就很明顯是一個普通話人 那他也都 那當然 因為 那個客員就是內地人 那個客人就是大陸人 當然要找一些 customer service 就是找回大陸人去做 那現在呢 他早就 之前就做了 所謂的假學歷 就燒到本科 現在呢 香港的假學歷 即是 你如果 你是要考進去 香港的大學 那首先 就說很多 之前他就說的 7月報道 就說很多大陸人 就因為其實通了加拿大 就是安大略省的水 那 安大略那邊有人 就幫他做一些中學的學歷 這樣 然後透過這個學歷 就報讀很多 香港的大學 那我見到BBC之前 其實都做過專題 嗯 就說現在呢 香港的大學 八大已經開始很難做了 即是八大你都很難 就去考進去 現在是怎樣呢 現在試一下 如果你說珠海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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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都大 都大 我覺得有一些搞笑 一開始就是 因為都會大學 本身我們以前的印象中 就說 原來是 有錢就收了 即是 他現在說 有錢就收 以前是公開大學 有錢就收 但是 這個 二入就難出 是的 以前就是公開大學的時候 就不理你 不理你什麼水平的 有本事 不倒業 你就 你就理本事 是不是 嗯 但是現在就不是 現在好像說 他在Drupas系統裏 是的 他在Drupas系統裏 所以你是有最低要求的 但是 現在呢 就 他說 就是考到的 即是中介 我看BBC的說法 就說 原來 其實他現在都說 要收 大概是 二十幾三十萬 二十萬 十八萬 就保證入刀大 十八萬 就保證入刀大 以及珠海那些 因為珠海沒有人讀的了 嗯 是吧 有收生危機的 因為珠海 他主要就是 那些畢業生就是 主要是做記者的那些 傳義那些 嗯 傳理系 大哥 現在你記者 你現在香港已經很不值錢 是吧 你現在開始 你不知道做什麼新聞 你很難好像以前 那樣要做理想 其實是 珠海樹人 那些 那類 那現在呢 01這一邊 就說 就有一個 有一個鬼 有一個通風報信 可能就是良心發現 賺夠錢 然後或者 通常 在一些假學力機構裡面 為什麼突然間轉軸鬼 讀灰 這樣 除非你一早 就是種下去的鬼 就是你可能是 真是無間道理 一是 就是 拆脹拆不定 反轉諸土 然後 爆大鑊 第三個理由 就是 反正都不能做 就不怕跟你說 是不是 反正都不能做 就是無後顧之憂 之前 我們都 之前都在報道裡面 講過 你講的 加拿大安大內地省的 那些考試 都被 整條網絡都被人牽出來 我就不介意告訴你 之前 其實 港大那邊就說了 至少 最終 他就說 起碼初步了解 100人 最多 大概100人 80至100人 就有假學力之嚴 但是 去到半年 我就說 這件事 其實如果要爆發的話 你最後 那些人 就很難 要坐在那裡 等他們來抓 要是你就退學 要是你心虛的 那些就會退學 要是就等他們來抓 但是 有沒有 爆退學潮 可能有 我們不知道 這些也沒有人報道 外面也沒有人報道 是不是 或者 學校自己低調私壓 最多 你自己聰明地走 不要搞臭我的手 之前收了學費 我就不會退回給你的 就是 我就是 各眼你和青 就是 你聰明你自己 拉回去 就是 給你牽制 你不要搞到去抓人 之前 你講的那個報道 甚至是 八大都有這個問題 那 你看到 就是 爆了 香港U那件事出來 現在抓了幾個 三至四個 三個人 現在的提堂 只有三個人 不是 普遍大陸的那個 叫抓典型 嗯 就是 你抓一兩個 就嚇到你 那些人 自己知驚 是不是 那 記者現在 就找到大陸的中介 C先生 他就說 中間 有很多造假的招數 那 C先生就認了 就說 曾經幫那些大陸生 請窗 去東南亞國家 考英文史 東南亞國家 為什麼不在香港呢 為什麼不在香港 要去東南亞國家 香港 你很多考試 你給考試局管 那些東西是很嚴重的 是 或者 你說外國人的話 如果你說東南亞國家 或者南亞 尤其是菲律賓人 因為要對照 對證件 我猜而已 他們未必分 懂得分 你的樣子的分別 他要請窗 那就是說 IOS 你是做不到假的 你是買不到證的 這個是要真的考試 只不過 你是找一個人代理去考 那你可以騙到那個考試官 你一定是博 他跟你不同膚色 不同種族 然後你看到 黃總人 那就可以瞞天過海 等於就是說 我們看鬼佬 有時候 鬼佬個個都是樣樣的 其實是 黑人你認不到誰 誰打誰 黑人就是黑人 鬼佬就是鬼佬 不是白人 你總之是同種族 就不會理你了 其實是 你甚至有些 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你 你的樣子 對著鏡頭 實際上 誰操控 誰答題 誰知道 就是 如果是 網上市更加容易 是吧 他就說 協助 可以 就是他幫助他們 去這些東南亞國家 幫助他們 考大陸的修改 幫助他們 修改內地大學成績 請槍就不是修改 如果是說國際市 你 就要去東南亞那裡請槍 考個好的成績回來 但是如果你是說 英文市 就是IOS 或者TOEFL 但是如果你是說 大陸本身的成績 他們會有辦法幫你改 OK 因為大陸的大學 才可通神 幫他們 修改大陸的學生的成績 然後 就幫他們 申請 去到美國的大學 和碩士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李家超說要擴招 現在你收的那些品牌 什麼 什麼 劉鶴香港 200大 你現在 就說要將那個 即是你現在收生的資格 高財通 他現在收的資格 擴大到200間 就是這樣說 你現在北大清華 其實分分鐘都造假 你現在還要擴大到200間 你其實還想不想得行 你還想不想得行 但是 阿楊sir之前 才在教育次針局報告出來 你擴招的話 你最有可能的 都是那些英國留學生 那些英國留學生 那些英國留學生是什麼人 最終是大陸人 沒有啊 或者幫你修改 主要就是做這兩件事 幫你拿到 申請到香港和美國大學的碩士 碩士來算 中介就最容易上升 因為那些是賺錢學科 尤其是那些 不是研究那些 不少中介 都會直接偽造學校的成績表 學校成績表 我想 我估計這個是大陸的 即是安大略省那個 那些 你講什麼安大略省 那些是找人請出去考好成績 中學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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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懷疑他裡面有內鬼 可以幫他造假的 詩先生 這個就是內地中介 我想他現在沒有做 良心發現這些 就說 大學的成績印章 都可以做的 淘寶都做得到 有人會直接向淘寶商家 出示學校徽章 很簡單的 就是Photoshop 其實你給我都做到的 就是這樣說 都不是Photoshop 你給個PDF會好些 印章 你隨便 你找一個人 即是你找一個人 他以前是清華畢業的 有個印章 你拿一張真的證書 探索了印章 然後你編出來 然後你做個印章 或者是做個印章 照個帽做個印章 你起帽的話 就要PDF 因為你剛才說 在Photoshop的話 你是怕那些線爛 對 總之淘寶做到 有圖片 就一樣可以做到 一模一樣的印章 其實大陸就沒有事情做不到 Google下載下來就可以了 那堆東西 你找PNG 找PNG 找PNG的 請窗到不同的國家去考試 其實這些就是 一定要出國的 因為要騙鬼佬 或者騙不同種族的人 他說足不出國都可以拿到 這些海外學歷 偽造海外成績表 我想就是安大略省那些 這些你根本上 你以前從來都沒有在外地去考過 我不是說 黃青霞那些 就很可能是這樣 有些人說 史丹福 黃青霞 你讀史丹福 你說自己 從小到大都在 英國 或者美國 美國讀書 他說有些 以前的同學認出他 在網上 揭包他 他跟同學仔 你什麼時候去美國讀書 他未必可以有資格去美國讀書 但是至少他爸爸 即是廠長 就夠錢去造假 所以 我不知道 這些是 以前幫過 做過黃青霞生意 觸不出國 就可以拿到海外學歷 所以其實你有第二人生 有些人 代你去 經歷第二人生 你的平衡時空 有另一個黃青霞 其實在美國幫你讀書 或者在加拿大幫你讀書 利用中外合辦的高中課程的漏洞 這些就叫做產業 我想 你在加拿大 有很多中國的大學 不是中國的中學 和你合辦的課程 中間會有些人 就是做這些生意 偽造這些二線的海外大學 的本科學歷之後 就要來解決 國際英文考試的問題 就是這樣做 所以最後你可以用真實的護照號碼 註冊的海外考場 臨場才叫槍手進去 主要的地方就是東南亞 日韓 阿聯酋 都是代考的熱點 如果之前試過有個日學生 就是偷虎六七十分 請槍之後一百一十分 成功入讀到美國的大學 即使搶槍被人發現 這個詩先生仍然 都可以換個國家 在世或這樣都可以 有網絡的 我記得一年前 泰國那部電影 叫出貓鬥一番 就是同一班人去不同的時區 考試方便 去互相通水 嗯 至於香港的大學 香港的大學 在碩士收生的時候 可以要求 內地生提交教育部的認證 但是教育部呢 就不會提供海外中學 高中學歷的認證 即是大學呢 你就不可以偽造 但是大陸的重點高中 就可以偽造 即是你說你自己的重點線 你可能會騙到 騙到那些什麼都大 都大其實都是要你那些 他不在乎的 是啊 所以其實都挺兒戲的 淘寶有做印章 請章又有人代考 然後 黃青霞這些個案 應該是最多的 真的有人在你那邊 才可通神 只要有合作機構的話 其實我們經常說 中國的一些教育機構 在外國 不只是做孔子學院 孔子學院 就是欺騙中央教育部 大陸共產黨的教育部 去拿分定 但是他們可以有 一些 他們可以自己做私幫生意 不分鐘就可能做這些 大把 你說修改成績 那些東西 按照顧育部 在2014年遇到一個大陸學生 來香港讀大學 英文程度少 很多的 現在可能更加 其實是隻眼開隻眼閉 不是說看另一的報道 就說什麼理大 都說 有些學生 英文明明不行 那些department hack 就說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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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是隻眼開隻眼閉 那你沒辦法 剛剛 你說的假學歷的問題 去查 香港 你說的 有大學這個名字 都說12間 如果計算那些 專上學院 38間 但問題是 香港的那些小孩 嚴重不足 不要說我們這一代 大我們十年的那班人 身邊有多少人生小孩 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要做教育產業 是值錢的 市場正在萎縮 現在的問題是 首先 大陸人 現在一代少於一代 如果你說生小孩來算的話 這代年輕人是少的時候 那個競爭是更加激烈的 你和其他區的競爭 直接和英國、美國、西方國家競爭 新加坡競爭、澳洲 你和他們競爭已經很激烈 所以你一定要做好把關 重複製才是最重要 怎樣可以賺到錢 你把關做得好 你真是吸引一些有誠意 真是真材實料的人來讀書 就是要靠你把關 問題就是說 你現在 你零一爆 零一爆不是以前蘋果 你說反中亂港的媒體 零一爆 香港的大學 是把關不力 零一爆過很多事情 不然也不會有一套八日之下 黨媒歸黨媒 但是他們這些調查報道 我想應該全香港 差不多是他們和雜誌社 那些就 嗯 我剛才說 你要講 這個教育產業化的問題 你剛才強調一樣要把關 要有好的質素 但是我講三十幾間學校 面對香港本身的市場 城市生活習慣 食慣玩慣 但問題是他們 拿到的成績是二三線 但是父母仍然想他們 可以讀到好的大學 自自然會想這些事情 而不是逼他們去讀書 因為你太大壓力 的話 大陸就有N個Version的年少日記 那他自己把門關的時候 又說要抗招 我想就是 其實不止 你講抗招的問題 早幾日明報 施政報告前瞻 都訪問過前補習天王 我們以前那個年代 我們會考AFO 有十幾萬人 你才有這個補習天王市場 今時今日 好說不好聽 只剩下五萬人 可能四五萬人 而且A-Level和會考 變成了一個DSE 這一群補習天王 他們都沒有一口好吃的時候 他們自自然而想推 一件事就是 鼓勵多些大陸人 下來香港考試 你不要想那麼多事情 大把人要養 他們不是說轉行就可以轉行 做了半世人 做補習、做教育 做不到的 那些補習天王他們本身 你大陸又小子化 香港又小子化 大家都小子化 我搶你的小子 我搶你的大陸的年輕人 你相對之下 還有一些吸引力 還可以做跳板的時候 搶到多少就多少 如果不是的話 香港的中學先 首先就是中學很難捱 不斷殺校 然後大學 再進一步就是大學 你自己都已經有過剩的產能 我聽說很多已經有副學士 已經倒閉了 有 如果不是 過了那個需求高峰期 如果不是 黃大仙 我記得自己都在Facebook 為什麼他變成了漂流教師 除了他得罪高層之外 最重要是整個市場萎縮 已經 一早已經產業化了 但是那個產業化的重點 就不在那個碩士那裏 其實本身收得最多 賺最多錢 就是在副學士那裏 又是那些民商科那些 你想一下 他根本上收好學費 就是大學學費 但是他就好像 那些私立中學 好像以前City College 什麼廣尊 是不是 一間房間 找個Tilter 改一下卷 就給你了 這樣而已 但是你收你大學學費 你說多好賺 你說什麼Space 中東那些 是啊 那些太空人 現在你說教育上面 就說搞留學中 留學香港 那